如何帮助家中的青少年正确区分谦逊和自卑 他说孩子从小就在教会长大 明白自己的不足 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 而且也很会为别人着想 但是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不如同学或朋友 聪明有能力幽默 所以我就是对他提出优点的时候 他总是说 因为你是我的父母 所以你的好像就是对父母给他的评价 他也不是没有接受 就是说这种 他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怎么样帮助孩子正确的区分谦逊和自卑 那我的音符是这样子 我们每一件事情只能从神的角度看 智慧都是从神来的 所以我上次也秀给你们一张图画 就是人的脑子有四千亿个细胞 一千亿个细胞 所以你可以跟他讲说 神造人我们将来也会谈到 神造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是宝贝 OK 人宝是有红色的、有蓝色的、有黄色的 每一个都不一样 你只是要等待着 patient的去找到神要他做的事情 慢慢的他就会找到他自己的长处 然后你可以要找很多书 其实其实你不需要读很多书 看看这个世界就知道了 各行各业都有专门成就的人 对不对 你看到一个plumber 你说这个plumber真厉害 他很有能力 你看到一个修车子的他很有能力 你看到做电脑的他很有能力 画画的很有能力 全世界都是这样很有能力的人 凑集起来才变成一个很美好的国家 美国就是这样 这个救火员做最好的救火员 policeman最好的policeman 所以只要是在和神心意下头 做和神心意的事 发挥出和神给他的才能 就是成功了 就成功了 好,伊丁老师 我觉得这个是很常会问的 我们自己坐上班的时候也问 很多时候也想到说 我们亚裔 我们东方人是不是比较过于谦虚 谦虚是一个好的品格 刚刚蒋老师也教了很多 同时间我自己的经验 三十几年的工作里面 也是在大部分白人男士里面的环境 怎么还是能够有机会提升 我们不只是 也让孩子从小知道 我们工作勤劳是好的 可是不要只是埋头苦干 也要学习怎么举头仰望神 也要举头跟其他人互动 所以我们要教孩子 谦卑呢 不是说少看自己 就是把自己压低 你本来是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要鼓励孩子 你这个很会做 好像刚刚老师说的要鼓励他们 不是少看自己 看低自己 而是少一点想到自己多棒 这个是我认为的谦卑的定义 不是把自己压低 把一些本来神给我们的恩赐 长相把他好像埋没了 还是不去看 我们要鼓励孩子看到他们的长处 然后给例子 实际的例子 不是说因为你是妈妈 所以你讲的就对 你说你看 你那天这样这样这样 就给他一个 catch them do right 有任何有正确的时候 就鼓励 reinforce 告诉他 你看 就是把这个例子告诉他的长相 同时间告诉他们谦卑 不是把你的长相去藏起来 而是说少想到自己是多棒 不是都想到me myself and I 所以有两个不一样 然后刚刚蒋老师也提到这个智慧 wisdom跟knowledge有什么不一样 刚刚蒋老师也提了 那进一步我觉得knowledge就知道很多的东西 wisdom是按着神的真理 帮助我们学正确的决定 所以我们培养孩子呢 也是18年里面 怎么帮助他们独立成熟 能够有智慧的按着神的真理 我们给他们的榜样 去做正确的决定 也回到刚刚好几个问题 帮助孩子有信心 他们问你没关系 thank you for asking 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就给他这个信心继续的 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做决定 嗯 好